接下去帮同学介绍一些动名词的惯用语词 这些语词是固定的 所以都不用担心 我们多接触几遍就熟了 第一个是be busy忙碌 忙碌后面要加动名词 第二个be worth是值得 值得后面也要加ing动名词 第三个be worthy of也是值得 但是这两个写法不一样 一个是worth 一个是worthy 有why worthy后面就要加off了 be worthy of 值得怎样 后面要接被动 被怎样 所以这个写法都是很固定的 它不会变动 再来比较难的是这个 cannot help 是不得不 不得已 忍不住的意思 不要照字面上翻说 我不能够帮助 不行 这个要小心 cannot help feel like 是很想要怎样 这个like也是介细词 所以后面要加动名词 feel like 想要 在这里老师补一两个 容易混淆的 给同学做参考 像第一个 如果你要翻成说 我不能够帮助的话 那后面常常会接人 会写 i cannot help you 这样子 那前面可以加个sorry 抱歉 我没有办法帮助你 好 这个时候就是帮助了 那cannot help 加ing 是我不得已 我不得已怎样 好 那我们就随便举个例子吧 我忍不住就笑了出来 我不得不笑出来 英文就是 i cannot help 加动作了 后面就要用 lav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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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看第二个 第二个 我们刚刚讲的feel like 是很想要 可是 想要还有一个很棒的 叫would like to 那么 所以我们就 来写一下吧 i would like to 这个 would like to 后面是要加原型动词的 我想出去走一走 那就 go out for a walk 你如果用feel like 那就不一样了 i feel like 这是介绍词 所以后面就要用 going out for a walk 叫操 像这种细节都是困扰同学的 老师帮你做一个分析 慢慢去厘清概念 现在我们看例子 第一个例子 Mr.Bron is busy Bron先生呢 很忙 为什么busy后面要加ing 因为busy后面 他省略掉了一个介绍词in 他忙着做这些事情 packing是打包 package是什么 行李 打包行李 干嘛 一定有目的嘛 所以后面加一个片语 for a foreign trip 为了 一趟国外之旅 他为了要去国外旅游 所以呢 现在忙着在打包他的行李 要用ing packing 第二个例子 Mr.Chance Goodies 这个陈女士大概就指陈树菊女士的good deeds 很好的行为就是善行 a worthy of 非常值得 a worthy of就是值得怎样 后面要接被动 这是固定的 a worthy of 后面常常就是接被动 很值得被赞美 大大的赞美 greatly是比较成度很高 being praised 接系之后面被动 用being praised 大大的受到赞扬 第一题的练习 I cannot help 后面是动作 动作我们就翻成 我忍不住 我不得已 我不得不 接动作就是这样子的 含义 所以后面要加ing 我不得已认为 我不得不认为 认为什么事情 认为后面这件事情 the lost hiker is still alive lost是失踪的 hiker就是徒步践行的人 如果你是登山的人 你前面可以加一个mountain mountain hiker就是登山的人 这个失踪的登山客 仍然活着 我不得不这样子想 因为有很多迹象 好了 所以这一题 正确答案 是要用thinking 第二题 this week 这个星期 Bob has been busy Bob一直都忙着 好了 busy出现了 busy后面有一个in 审阅调 所以呢 忙着做什么事情 后面就要加ing了 这个准备 final exam 期末考快到了 他在为期末考试而读书 所以答案是用starting for 这个for就是为了什么来读书 为了期末考来读书的意思 不能写到第二个 不可以 第二个只是读书 后面不加东西 你要为了什么来读书 那你后面有一个for 后面才能加东西 注意 第三题 我很想到户外透透气 很想 就是我们刚刚讲过的 因为你家的ing going 所以前面 要接的就是用 feel like 很想 就是feel like ok 所以加ing之后 就going out to 这个to是不定词 to 那么所以后面要加圆形动词 圆形动词 这个是透透气 英文怎么写啊 to breathe d-r-e-a-t-h-e 或者是to have 也可以 或者是to take 也可以 这个都是新鲜空气 可以接受的动词 breze是呼吸 have是有 take是得到新鲜空气 好 再看第四题 值得做的事情 就值得好好去做 好 值得做的事情 小心 这里有讲事情 这样子 那么老师讲过 只要是讲 一切事情 值得做的事情 很多嘛 这一切 值得做的事情 全部都是用 what来带动 就对了 所以 我一看 什么什么事情 值得怎样的 你所看到的 你所买的什么东西 什么事情 全部都是what 因此 正确答案就是用 what what is worth 这个worth 后面要加ing doing 好了 这就是我们的主词 what is worth doing 就是值得做的事情 下去 我们要写的是动词 就值得 is worth 后面又再 do it 值得好好去做 is worth hour 可以加hour 如果没有人 那我们就不用 就是is worth doing doing it well 好 is worth 反正 worth 后面都要加ing 就对了 所以 what is worth doing is worth doing it well 值得做的事情 就值得把它做好 it 就讲 那个事情 第五题 校长 树立的好榜样 要小心 这里是一个 关系 只具 修饰后面的主词 好榜样 所以主词是好榜样 动词是值得 我们学习 来 先写主词 好榜样 有特定 这个好榜样 是校长树立的 the good example 后面来一个 关系直具 来说明前面的 这个主词 example 因为 校长树立的 这个内容 是来说明主词的 既然说明主词 你马上 主词写完之后 立刻要加进来 说明他 这个榜样 是校长树立的 which our principle p-a-l has said 这是用完成式 为什么 因为 英文讲说 树立好榜样 人树立好榜样 是用 set a good example 那么 后面可以用 to 也可以用 for 人 这样子 突人是 给谁树立榜样 一般来讲 这个突人是指 大方向的 大众的 给大众树立榜样 如果是自己的学生 自己的子女 自己的朋友 这种比较亲近的 我们最好是用for 就是为孩子 为学生 为朋友树立好榜样 这个老师曾经问过老外 他说 亲近的人用for比较好 那一般都是用to 好了 所以这个地方 应该是校长为我们树立的 所以加一个for us 这样比较完整 下去我们要写动词了 说这个榜样 好榜样 is worth 值得 怎样啊 值得我们学习 凹啊 同学看到学习很可能就会学learning的 问题是榜样能够学吗 这个学习又不是学习知识 榜样应该是要追随效法 这样子 所以最好的答案不是用learning 而是用follow follow就是跟随 好 跟随校长的脚步 他做好榜样 我们也跟着做好榜样 但是不能用learning learning是不对的 那是字面上的翻译 好了 这个动名词惯用于这些动名词的字词 后面就是要接ing 这没有什么道理可询的 请同学给他记起来